我們有下一個的女性對話 今次的 topic 是如何在企業世界建立社區 以及如何將它成為企業和我們的一部分 今次我們會邀請多兩位分享者上來 來一個 fireside chat 分別有Anyone Lab的共同創辦人梁沛加Rebecca 以及Make the Dot的共同創辦人Emily Ho 有請兩位 歡迎 歡迎 現在有兩位女士跟我旁邊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我們這裡最右邊有Rebecca 跟著中間就是Emily 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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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So,我都是因為我們那個初創的 創科的ecosystem 就認識這兩位的女士 通常我第一次見到entrepreneur 我都是非常之想好奇知道 How did you get into entrepreneurship 因為這個是很有趣的question 永遠都是 你們兩個告訴我你的story當時 I was like super impressed 我想你們兩個趁這個機會 去簡介一下自己的journey We'd love to hear how you got into it Rebecca 你想不想開始? 好,既然你這樣說 我也先開始吧 大家好,我是Rebecca 我的journey都比較有趣的 就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已經跟朋友因為想去旅行 所以想賺利用錢 就已經開始創業了 去到一個時候畢業了 就要開始找工作 就入了一間旅遊的公司 很早期成為一個業務拓展的人員 當我業務拓展就開始有很多的經歷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成像 亦都帶著一間start up成長 所以其實我是陪伴一間start up 從一到一到一百的過程 那你就會覺得很驚訝 整個journey 為什麼原來一件事 可以這樣去擴大 這樣去發展 原來有這麼多可能性 亦都因為這樣 我去過東南亞 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工作 去到三年之內 其實我覺得那個career growth 是非常之好 亦都給了自己一個 很多的機會和exposure 但我就會開始覺得 一個人很空虛 希望可以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那我就去了跳著 那我還要想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2018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大家說了AI 說那些東西 就說了很多 就是未來我們會不會被人類的工作 會不會被取代 或者人類其實之後會做些什麼事情 那我也都因為這樣 開始留意了很多 關於future and employment的問題 那我就會去想 那究竟人的創意 或者創造力是怎樣發揮 那我就加入了一間娛樂公司 就負責他們一些 數碼娛樂化的業務 那可能在兩年之間 就已經去知道 原來人呢 他怎樣去放大他的可能性 或者是將creativity放大 那所以變成 將人這個產物 將人變成一個產品的時候 怎樣去看這件事 那去到這兩年 我都學了很多 也都去了大陸去工作 過了兩年之後就覺得 因為疫情 就覺得如果現在決定不創業 之後都不會再創業 那我就去和我的co-founder 開了一間公司 叫做Anyone Lab 就是希望去建立一個 可以Empower人類創意的一個 community 也都可以幫所有的人 可以Connect with future opportunity 就不會有我擔心的 究竟人類會不會失業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亦都是我整個Journey裡面 會發生 那我有一個自己的community 那我們有不同的traffic 大概現在有千多人 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 都是做一些 我們叫做未來工作者 那他們什麼叫未來工作者呢 就是他會透過自己熱情而工作 去選擇做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或者一些有creativity 去driven的一些工作 那而我們都有不同的tools 去幫助他們 有不同的工作機會 給予到這一群人 這樣吧 是的 我也覺得未來的工作 未必是打工仔的 即是我們這群打工仔 那種的 那種的打工仔 都是我自己也有幾份工作 我自己的公司 你們兩個也是 所以Emily 你那個Journey是怎樣的 我的背景 其實我大學畢業之後 就入了一間IT討論的公司 我的背景其實是 寫網站、寫APP 我做了四、五年之後 就想 pivot 其實我是想 開始做 真的產品 但是我又不知道 有什麼好的問題去解決 我就入了一間出口貿易的公司 幫那間公司去製造他們的產品 因為機緣巧合之下 就有很多機會接觸一些時裝設計的公司 也都很慶幸 他們有邀請我去 例如他們的頭部的辦公室去參觀 在他們美國的頭部 就看到原來 原來人家的時裝設計師 是全家、全個團隊 都是 他們工作的模式 是全部都印刷了一些紙 然後貼在牆上 然後大家是這樣溝通 然後我發現 咦 這麼有趣 然後後來疫情 2020年疫情 因為lockdown 然後就發現 原來他們很多工作就開始停滯不前 因為 不能再回到辦公室 後來我就慢慢開始 構思一個產品 一個軟件去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就是後來 然後衍生 就是我跟我的 co-founder 就開始了 我這間時裝設計軟件的 startup 叫做 MakeThedot 後來我們真的 做了個 product 出來 然後也花了很多時間 去找時裝設計師 去做我們的 beta用戶 然後給我們 feedback 慢慢之後就開始建立了一個community 不同地區的時裝設計師 因為我第一次認識你 都是在一個WhatsApp Group 然後我看到MAKE THE DOT 然後我上了你的網站看 然後發現,Oh wow,Fashion Design SaaS 即是軟件化 為什麼我去reach out to you 是非常特別在香港 另外一件事,其中一個原因 帶你們兩個上來這個舞台去大家分享 就是因為你們兩個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community community可以是一個很powerful的承認事 because it's a bottoms up movement 現在亦都是,more and more common So,As we build and innovate Rebecca,你可不可以先 你會怎樣define一個community 以及對你的商業來說 為甚麼重要 我覺得community就是一個 是不是有一個叫做三個臭皮醬 一個諸葛娘 就是只有有多過三個人 其實他們相信同一件事 而起碼一起解決問題 其實我覺得就已經是一個community 大家可能會有一些相同的東西相信 或者相同的東西追求 而這個東西就會互相影響 我覺得這一種就會是一種community 所以其實我們三個都已經可以有一個community 你問如果怎樣跟我自己的business有關係 其實我剛剛都有分享過 就是我自己的community 其實現在有千多人 他們主要是甚麼類型的人 他們有設計者 有entrepreneur 他們亦都有engineers 有marketers 還有designers 變成有很多種不同的職業的人 但他們同一件事 就是他們在做一些未來的工作 就是可能我是一個slash 我可能同時間有幾種不同的身份 又或者他們未必固定在一個空間工作 所以他們的工作都未必是一些很standardized的打工仔 但是他們都很需要透過合作 透過不同的交流 透過不同的資訊的分享 去令到他們可以共同成長 或者有多些工作機會 所以其實透過這個community 他們可以 我們其實都incubate了很多不同的新的ideas 或者有很多新的可能性 他們有很多新的business model 所以其實裡面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 可能幫他們手去empower這件事的發生 另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們自己都會做一個sars2 其實你透過他們的comments 去告訴你他們需要些什麼 去建立一個工具 他們就已經會是你最早期的用戶 那這幫用戶也會幫你發展出去 令到這件事更加可以scale up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community 和我們之間的關係 對,Emily 對,很同意 因為其實我和我的公司community 都是一幫有共同 可能是共同興趣 可能是共同技能的一幫人 那我的例子就是時裝設計 就是他們的共同興趣 還有工作性質也很相似 那有可能是我全班用戶 雖然可能是全部都不同國家 不同國籍的人 有些可能是在紐約大的 有些可能是在倫敦大的 但是他們所有人做事的時候 那些工作性質其實很相似 所以他們就可以聚在一起 那我給我發現 後來慢慢他們互相認識大家 然後其實他們 我的用戶自己變了朋友 他們互相交流也很多 那我那間公司為什麼 一定要製造這些community 或者群體出來 是因為我軟件的性質 其實是一個商業軟件 意思是他們上班的時候用的 所以我想收集回來的 feedback 我想很針對性 那我只是設計師 因為如果不是 如果是所有人 譬如我放上網給人試用 那如果所有人都試用 給我很多訊息 我之後其實 我也沒有很多資源 可以所有的訊息都能應付到 所以我一開始就要非常地標準 謝謝你 那你們兩個剛才說回community 大概是那個商業性 就是跟你那個產品 就算是human的產品 都是這樣有關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entrepreneurs 你覺得那個重要性 去建立一個community 是甚麼呢 我覺得community 這個community building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技能 就是一種 我們叫做 其實有機會可能是 將來的人寫到CV上面的 一個skill set 因為我覺得 有幾個層面看這件事 無論是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 為什麼要建立一個community 就是因為這班是你的用戶 你透過他們去改善你自己的產品設計 或者你透過他們去發掘到一些他們的痛點 而去做一些adjustment 甚至乎他們其實是你一班叫做中粉 他們會幫你share出去 其實他們的comment 比起你在Google 或者Facebook 更多的廣告都更加好 而譬如我們 其實除了我們自己entrepreneurs 之外 為什麼其他人都要有不同的community 其實是因為 我們叫做 譬如現在我們叫做很多creators 他們創造很多的內容 其實給別人看 其實他們都是建立一個community 因為觀眾喜歡他們那種的content 而先去購入他們的content 購入他們的理念 他們其實都是一個建立community的過程 而透過這件事 亦都可以變成你以後可能有機會的收入 或者一些你的事業 所以變成其實community 是一個我叫做 逐步經營的一個過程 而開始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過 在大概十年前 就開始平台化 WeWork Airbnb 其實就已經開始請 這些叫做community building的角色 就是希望透過社群的一些力量 就去知道 譬如我們用戶需要什麼 我是怎樣可以在線下 可以加強他們的關係 Airbnb請community 就是希望透過不同的host 房東 去令到他們自己的成本減 因為他們的房東的力量 如果聚集在一起 比他們去浪費很多時間 逐個逐個找 其實就更加難 所以變成這些職業 其實已經很早期已經有 去到現在 我們叫做 大家講的Word Free 講的Metaverse 其實都是每一個 都是不同的community的過程 因為 我在Discord 都是在建立一個community 我在Metaverse裡面 去經營NFT的project裡面 我都是在經營一個community 就是大家相信一個新的價值出來 而去到第三個國 就是其實每一個品牌 他們都需要建立一個community 去拿他們的用戶資訊 那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skill set 多於一個 一定要 是一個 叫做 還有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人是一個 很需要向心力 或者身分認同的一個動物 而你知道了自己是哪一個community 你就會在一個community 找到一種自己的價值 或者存在感 那我想現在就是 世界太多資訊了 你在你自己的community 找到自己的價值 其實是一個比起你 自己一個單打獨鬥 來得重要 所以community 在這個層面上 會有更加重要 還有更加明顯 一個角色 是 我也同意 Emily 我都知道 你未必是最extroverted 最外向那種的 很喜歡建立一個community的人 但是 obviously for 你的business 在這個商業圖 都是比較常去建立一個community 那對你來說 就是那個skill set 或者那個community 對你的價值 和意義是甚麼呢 我覺得是要有毅力 因為尤其是我的community 是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大家有時差 所以要建立一個community 其實說真的 有時候是五六點 要起床就要起床 要跟美洲的人 說過電話 或者晚上好夜好夜 而且要很堅定 其實不是說 那個relationship 不是很簡單 說說一次 聊一次就能建立出來 可能是要 那個傑而不捨 那個精神 要不停繼續 跟他們 持續有那個engagement 但是 我覺得是有很大的回報 因為 譬如我 建立一個軟件的產品 很多時候 大家都說 標軟件的時候 要看很多資料 要看一些大數據 要看一個用戶在用甚麼 是的 沒錯 你會看到數據 但是 數據會只是告訴你 發生甚麼事情 它會告訴你 你不知道為甚麼 因為如果你完全不認識 你的用戶 譬如你根本上不知道 平時用戶的體驗 你根本上 他的工作在做甚麼 你都不知道 其實是很難去代入 你就算看到數據都沒有用 所以 我覺得 那個skill就是 那個perseverance 是要在 但是 是很rewarding的 這件事 我覺得 你剛才 thank you for both of your sharing 你剛才說了那個 要明白那個數據 其實那個意義 或者那個context 是甚麼 其實非常之重要 所以為甚麼我們要多元化 因為男士 interpret的數據 未必是我們女士 interpret到的數據 so and obviously users 是男女 在這個世界裏面 so it's very important 這個多元化 it's not just about numbers 是要understand 你的那個context 和工作 生活環境是怎樣的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那 你們兩個 都是 即你們兩個都不會 identify 你自己是 我都知道 但是 我吧 我會 and I love to point out oh female founders here 那 對你來說 如果有多些女性的創業家 或者初創的人 會不會是重要呢 或者對你來說的意義是甚麼 我可以開始先 我覺得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 首先 要開始說 創業是 誰人創業都難 男人創業都很難 但是女人我覺得 做一創業是 有另一個難度之處 是我自己個人的分享 就是 譬如我有一些男性的朋友 他都自己創業 可能很多時候大家 一起吃飯會討論的事情 他會說 怎樣可以賺多些錢 怎樣找投資者 怎樣可能做好一些 coding 這些 topic 是很 valid 是要談的 但是我作為一個女性 其實尤其是 尤其是我這個年紀 差不多30 其實是 要考慮的 有另外 譬如我是要想 如果我想有自己創業 有自己建立自己家庭的話 那個生理上的因素 有很多時候是 沒有什麼人會談這些話題 就算我和一個朋友 他自己都是創業家 但是 他未必會聯繫得到 因為他是一個男性 所以我覺得 多些女性去自己創業 去參與這個生理是重要的 而這些討論 這些 discussion 亦都很重要 因為譬如 可能是 我不知道我會 引起到哪一個人 可能他會 越多討論 而其他人 可能會創造到一些 新的 innovation 可能在幾年之間 我不需要選擇 可能我兩邊都可以平衡 因為可能有更多 更好的technology 那我就可以 兩邊都平衡得很好 我覺得 我也當然同意 多些女性創業 是一件好事 或者其實多些女性 因為我覺得是 diversity的關係 因為如果這個世界 只有一個性別 去做一件事 那這件事是 很單一的 而且這件事很悶的 而很多時候 大家看東西要多些 不同的perspective 我覺得女性 剛才Emily說得很好 其實很多emotional support 是需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沒有辦法跟其他人 去分享 即無論是這個選擇 或者其實很多情緒上的 事情是很需要輸出的 我想女性特別多 這種問題 很多emotional的 或者其實男性 有她是不夠膽 跟別人說的 你知道這個是性別上的 分別 我覺得一種這樣的支持 是重要的 而我覺得女性 在 communication 或者在同理心上 其實會比較做得好的 因為她們那種溝通 表達 她們可以說到一些 可能一些pink points 或者一些在管理上面 其實她更加能夠理解人 就是為何會發生這些事 或者是更加可以同理到 或者女同事 如果一個男上司 跟女同事去溝通 其實一定是很直接 就是覺得她一定是這樣 一定好 但其實對於一個女同事去看這件事 她可能會用一種不同的方法 那我覺得 為什麼女同事的存在是重要 是因為有一種大家的支持 又多些 令到那個環境可以更加分別 而亦都令到那件事 可以一起前進 一起新興奮 做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是 這個point I completely agree 就是 因為始終我們 我們是科技的entrepreneurs 就是 Honestly 一個生意 no matter how much 科技你有在那個business裡面 都是關於人的 So as a CEO or as a director you are always going to be dealing with people 那你不會離開人的 unless你只是跟AI工作而已 所以所有都同意 那女性在這方面 都是比較多少少的同理心 那最後一條問題 你現在 就是 如果你現在能夠 跟你25歲的Rebecca 25歲的Emily 去聊天 去給點指示 你會跟她說些什麼呢 就是 knowing 你會 become an entrepreneur 我覺得 25歲 我以前 我一直覺得 可能我要學很多不同的技能 可能我要學不同的技能 可能我要學不同的技能 因為我剛剛都說 我出身其實是寫 寫 website 寫 app 我原本就以為 我要懂得測定 我要懂得設計 但是 到現在 真的自己創業 真的做生意的時候 就發現 其實是我 情緒上 控制 我覺得反而 那部分 我不知道原來要學 不知道原來 是之前不懂 譬如就是 我有很多事情 情緒可以大起大跌 因為譬如有時候 開心會很開心 譬如我得到很多 認同 譬如我的 我的客人 我的合作夥伴 他很認同 我當然很開心 但可能也有很多 不開心的事 可能是 譬如我 年初聘請一些 建設員 他們其實在 烏克蘭 好不幸運 是 戰爭爆發 這些原來不是 在我控制範圍之內的東西 我現在 學會了的東西 就是 其實無論大起大跌 只要我的心情 其實一直都是 平衡到 只要我找到一個動力 在裡面 繼續去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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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了 剛剛 我在提及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 這條問題 我是想得最久的 因為 首先第一件事 我又說25歲跟我來 不是很遠的 就是這樣 當然 我覺得25歲 我想回頭 我覺得我有三件事 可以提自己 我覺得25歲的時候 你會很想追求一些增長 或者可能 你想追求完美 因為 那時候就覺得 一定要面面俱原 一定要所有事情都做得很好 一定要完美 但是覺得 現在就會覺得 其實有靈角是一件 有趣的事情 就是不需要去到面面俱原 不需要去到一定要 所有事情都是完美的 因為 人類本身就不是完美的一件事 我覺得 要學會接受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在創業的路程裡面 一定會有很多人跟你說 R.O.I. 或者是 為何要做這件事 怎樣去 就好像我做旅遊 開始 大家問我為何你不 旅遊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你會賺得最多錢 但其實我覺得 你要知道 記得自己保護自己的初心 和純粹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為何要繼續創業 或者做一些跟人相關的事 因為這件事 是可以令到你繼續堅持的 這件事 第三件事 就是跟自己說 就是不要燃燃 因為你燃燃 就甚麼都沒有了 所以我想我25歲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很大的手術 因為心體 因為就是以前 25歲之前就是 很努力地工作 不吃飯 不睡覺 亦都是很暢前衝 不懂得修製 我想那時候 就會經常提醒自己 就是不要太用力 要記得休息 還有睡覺 吃飯 這些是一些很重要的提醒 Wow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emotional sharing 我自己的 advice 我都給自己 有個uncle 和我自己都會跟自己說 就是 剛才Rebecca 你也提及到 Your health is your wealth 人生 你的職業 everything is all part of life 所以 life是一個marathon 不是一個sprint 尤其是 在metaphorist界 我都提醒你 I know 你是很用心做的 But like No matter how hard you work you still have to live through the rest of your life so yes 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體 創業是很難 and it's a very long road So thank you both of you 我待會兒 來後就會有closing remarks 但 before我講 一些closing remarks 我都想總結少少 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 看到這麼impressive的女士 還有之前 兩點鐘 至到三點幾的session 那些男士 好像覺得 創科 innovation tech start-ups 是好像 Wow it's extraordinary 一件很瘋狂的事 但其實不是 Innovation 真是 你在日常生活 或者在工作上 找到一個problem 或者你在那個market 看到有個gap 是未被人serve到的 So this is problem solving 那這個其實呢 是一個creative 和innovation的mindset 那其實創業 就真的是這件事 那我們常常都在香港 尤其是香港 我們很注重 Oh IPO 這間公司 sense time IPO You know these things are important of course 因為那些小股民 都想有 操作這些科技股 I understand that 但其實創業 或者是創科 is much more than that so其實如果我們 大家可以 有一個problem solving的心態 其實你都可以做到的 還有另一件事 是關於我們女性的創科的人 我就很希望 大家回到家裡有這個習慣 或者在你的工作環境裡面 就是你妹妹 姐姐 你媽媽 你的auntie 你的cousin 或者你的鄰居跟你說 任何的idea 聽他們的idea 然後給一點點feedback 但是不要不鼓勵他們 because if you discourage them 因為problem solving 是一個exercise you always have to keep exercising your creativity and your好奇心 so你不要不鼓勵他們 就算那個idea 多麻麻地都好 like just keep listening and give them more feedback and make them work on it so you know 我只是想說創科 is not something like this you know this is the pinnacle this is the 山頂 個山風里 so we can all kind of you know problem solve and create solutions in everyday life and that's what I wanted to end with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the for you feedback